其實高中的時候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其實現在也是饒舌歌手 他叫BR 然後那時候我們高中是同班同學 然後我們兩個其實就很喜歡喜哈音樂 那時候其實就是高中因為都拿零用錢 那時候還是學生 然後那時候為了想要買機器 DJ的器材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跑去披薩店打工 然後好辛苦喔 因為我從來那時候 那也是我第一份就是打工的工作 然後我沒有想到說還要洗那個 你知道餐盤上面沾起司是多麼可怕一件事情嗎 然後就是一疊 然後在那邊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然後後來覺得很痛苦 然後那時候我後來換了另外一個想法 說它跟黑膠一樣大小 然後我就想說我自己在打疊這樣子 然後我就洗餐盤 然後就這樣慢慢存了一筆錢 然後買了自己第一個唱盤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運動幫我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其實你知道音樂的人 我們常常會把自己關在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長時間然後去把一些音樂完成 所以說其實有時候真的會很悶 然後有時候真的會很挫折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運動其實就是讓我能夠調節 調整我有另外一個心境 然後我可以 我可以有 其實運動其實就 要怎麼講 就是我有更多的能量 然後還有我有更多的 可以給我更多的靈感 我覺得希望他們能夠堅持下去 我覺得不要被他們現在的環境或是工作 然後所限制住 就是它不一定要成為你的Full Time Job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能夠 扣過你的空閒時間 對 然後可以去慢慢的一點一點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而且很難講就是 很難講這會不會是就是成為你下一份工作 或者是說你被人家欣賞到就是更好的表現跟成果 對啊 所以我就要堅持下去 那會不會是那麼好的 對 成果 最後